市集區東三立在南國的進出者 讓市長和小朋友來進出 帶環境來美化 以下基盤進出成功發表 還有環保選擇活動 希望歡迎大家對水土保釋在中心 加進一些手法 讓地球環境影響 活動在東三國華基盤 開場也有小朋友帶來精彩的表演 由東三國華的小朋友帶來精彩的舞蹈表演 帶活動來開幕 市集區東三立在中國的進出者 讓你來試圖跟東三國華的學生 集會在你來告告輪路 演算進24場的手廟 在這裡是應景 也是提倡環境影響 這天又是基盤東三立進出成功發表 還有環保選擇 邀請更多的立民來加力 那希望透過今天的活動 能夠讓大家知道說 種樹的一個重要 這是有關綠美化 那另外就是我們有很多的環保的一些議題 也希望透過這次的活動 讓大家能夠知道 我們必須要種樹環保 才能夠讓地球環境永遠永續 這是今天活動的目的 我們今天非常開心來到東三國小 參與我們東三里辦的 這樣植樹節的一個感恩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謝謝我們在地的一個好朋友 願意捐贈我們相關的一個樹苗 一起來植樹 能夠一起來注重環保 地方要進步 那麼環境非常的重要 有里長發起 然後有大隊長各分隊的這個義工 現在正努力的 努力的在把我們東三里的環境改造 在這個活動裡面呢 更棒的就是讓我們東三國小的小孩 也可以來參與 因為通常呢 孩子呢 參與種樹的機會不是很高 那這一次呢 他們把課本上所學到的 還有這些長輩呢 教他們如何去種樹 然後真正的去把它實踐出來 在我們的這一塊土地上面 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東港包括市集區長 和新北市議員張靖豪和部署 新北市議員白佩如和部署 都出席參加 東港也特別辦法感謝 真感謝支持政區的地主 和志工議工 汐止區的東三里 是汐止區 浮原最遼闊的一個里 整個里裡面都是山區 所以非常的多樹木 希望藉由今天的這個活動 能夠喚起大家 我們的鄉里 我們的土地 我們希望能夠讓它種更多 對水土保值 對環境更好的一些樹種 能夠讓我們的環境更加的美麗 東三里在山區 也是市集區 50個里當中 好玩上大的里 最初保持很重要 立場希望透過多年 讓各國人知道 進去外的重要性 這會來讓地球環境影響 記者陳偉林 市集報道